在剛剛第二段講義裡面的後半段 我們是提到了 就是它有一個3D的 就是我們要把那個blendshape的時候要聽那些 頭啊 下面加個文字註解 那我們就剛好用這個東西順便講一下這個3D Type 我看一下這邊Object Display Template 然後這邊還有什麼 產生文字曲線 為什麼我要寫這段話 呵呵 想不起來 OK好 為什麼會 會有這一段 是因為你到時候在那個你的頭下方可能要加注嘛 因為你這樣blendshape的時候會 在做表情動畫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知道你的頭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就是你在拉那個滑棒的時候 那個頭目標的頭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像這邊的是 挑眉 但因為它的貼圖掉了 所以它現在目前看起來是 是看不太出來的 所以你可能必須要 你要開那個wireframe on shape 這樣才看得到 我怎麼覺得好像差不多啊 對啊 這三顆應該是挑眉其實不一樣耶 一個是 左邊眉毛 一個是 兩邊一起動 一個是 就是 就是左右眉毛啦 可是這邊看起來都一模一樣 就是你講的沒有錯 奇怪 所以我是不是應該找到貼圖 material attribute 哎 哎 等一下 material attribute 哎這貼圖死去哪裡了 怎麼沒有貼圖啊 這應該有貼圖才對啊 我知道了是我沒有開 hardware testering 啊原來是我沒有開 可是還是一樣啊 好吧我還是看不出來 算了隨便了 最起碼這邊看得懂啊 對啊這邊看得懂 wireframe on shape 先關掉 真的 怎麼看起來真的很像猴子 好 先講那個打字這件事情 你到時候如果要打字的話 應該是 從這裡 應該有一個create type type在哪裡啊 在這邊 3D 所以 呃 它現在就是 出來是 直接就變模型 那 這邊都沒有什麼 bevel可以調嗎 bevel 沒有耶 polyrmesh 哇 真的都沒有啊 現在這個是出來就直接變這個 怪不得我講義下面會寫 那個 怎麼樣打出來的 是那個字 就是純粹是曲線 因為這個模型其實還是 量會比較大 整個資料量會爆震 這邊其實我看它 可以 regular 所以這其實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是說如果真的單純只是要曲線的話 我還得用這個呢 真是太囉嗦了 到下面這個地方 然後不要打瑪雅好了 改成 我隨便打一下好 smile 在這邊 在這邊 但這是一種做法啦 其實如果你3D軟體的這種曲線 你完全都不想碰還有一個方法最快 就是illustrator最快啦 你就把illustrator 直接 诶 直接從這裡 等等等等 cancel 诶 等等等 cancel 我在幹嘛 這個應該是要 所以我要回去是要幹嘛 我要怎麼做 blend shape 下午2點25分 所以這是剛剛那個檔案嗎 don't save don't save就好 OK好 這邊會有一個import 然後這個import它通常是可以匯入illustrator檔 所有的3D軟體對illustrator的檔案都是支援的 所以illustrator只要版本存舊一點 不要存最新的 一般來說都匯得進來 所以如果不想學那個3D軟體的畫線的功能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用這個的 這很快 很多時候都可以用illustrator解決很多事情 那個比如logo啊什麼東西的 好那現在呢再回來看 這邊這段第三段 第三段的話是這樣 首先先複製一個頭當buffer 今天早上不是早上 今天下午一開始講的時候 就本來以為我是要自己要先講這個 結果發現不是 就是我們通常這個表情用blend shape的時候 不會直接就讓它連到這裡 會先做一個buffer 緩衝的一個頭 把表情調在它上面 然後再讓它傳到這裡來 然後這邊呢現在選到頭 然後再複製 duplicate 再來就是老樣子 這個 unlock 解鎖 解鎖 解鎖以後呢切到移動工具 拉上去 拉上去 這顆應該是要叫buffer 記得history不要刪喔 不要做那個 不是不要刪history 不要做freeze transformation 這個早上講過 這個做了以後 你那個到時候做表情動畫的時候 你的 你要拿來當最後算圖用的那顆頭 它會飛出去 所以千萬不要做這件事情 千萬不要freeze transformation 這邊取名為buffer head buffer head 再回來 再回來 我看這邊 現在這邊寫的是headbuffer 隨便啦 再來我們就是這樣子 先選它的發音 的這幾顆頭 然後最後選你的buffer 這邊要做的是blend shape 然後點它的option 這邊是它的發音嘛 分別 這邊還有什麼要設的 checktopology 這個要選平行的喔 因為它演算的時候會有一個順序問題 平行的就是同時作用啦 好這邊 開始 1 2 3 4 5 6 Animation 然後這邊是做blend shape blend shape 這邊替大家這個群組區 我們可以去 Check topology 這個地方 它的deformation order 就是它的演算 那個形變的順序喔 這有點像圖層的上下順序一樣的東西喔 這邊選平行的 然後這邊 創造出來 所以它現在就有一個 這個blend shape出來 那我們現在去看那個視窗喔 Animation 的blend shape blend shape blend shape 在哪裡啊 我會位置又改了吧 blend shape 它是叫 shape edit喔 不會吧 blend shape blend shape 這兩個都叫blend shape 哪一個是啊 回去 這邊 不是這個啊 不是這個 blend shape blend shape blend shape window 這個喔 shape edit 真的是這個喔 名字改了 好像這樣改來改去 那這邊呢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喔 這裡你可以先試試看 有沒有看到 好這個就可以直接設key喔 去讓它動 這我們等一下再講喔 你就先 先做一組出來就好了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 全部加在一起的 你看 OK 好